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于最近的热门话题一一进行回应 人保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吉表示 养老金双轨这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改革的基本方向 总体目标 基本要求是明确的 尹成吉表示 将在基本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年金 将来建立符合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职业年金